美国股市周一盘势震荡 道琼工业指数开低走高 一度上涨将近100点 随后又翻黑 中场下跌89.44点 瘦在25250.55点 台股周二走自己的路 开盘就展现跌升反弹的攻势 指数在10点14分上涨百点 冲破万点关卡 美股震荡 短期还是要看美股的盘势能否站稳 这市场恐慌的情绪才能喘息 专家认为 这个礼拜进入密集的美国科技财报周 预料会搅出亮眼的成绩单 年增获利达到两成以上 渴望酝酿全球股市的反弹契机